拔叔一个飞身 力索扑倒女儿 自己也在枪连弹雨中被击中吐过 来不及多想 他让女儿躲到里屋 不要出声 随即关掉电源 悄悄躲在房门后边 等到杀手快速靠近时 拔叔一个翻身干掉一人 捡起地下的枪再下一场 之后拖着受伤的身体 来到客厅 一个 两个 三个 就连躲在墙壁后面的杀手 也被细数做掉 这帮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对拔叔穷追不舍 拔叔又是怎么惹祸上身的 其实这事还要从一个礼拜前 女儿丢失的蓝色自行车说起 在另一个城市 爷爷带着孙女去买圣诞礼物 孙女想要一辆自行车 老板就推荐一辆红色的给她 可女孩只想要蓝色的 于是老板答应给其订购一辆 转眼间 一辆所在路边的蓝色自行车 就被人偷走 原来这也就是所谓的订购啊 只是巧合的是 这辆自行车正是拔叔女儿的 自行车丢了 母亲只好开车送女儿去上学 可偏偏汽车又打不着火 正在着急时 拔叔打来电话 说自己要延期三个月才能回去 原来拔叔是一名军人 正在海外执行任务 拔叔此时的电话就如同火上浇油 搞得妻子哪哪都不顺 反正上学已经迟到了 母亲干脆带着女儿逃学一天 放肥自我 而在另一边的办公楼里 数学逻辑专家眼镜哥 正在给投资人汇报工作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花了400万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穷人开旗啊 中产开丰田 有钱人开奔驰 这让投资人很是不爽 结果自然是眼镜哥 卷铺盖走人 眼镜哥在坐地铁时 正好碰到了拔叔的女儿和妻子 出于礼貌 他给二人让了坐 可就是这么一个善意的举动 彻底改变了两个家庭 拔叔妻子刚坐下 瞬间地铁就被撞得支离破碎 眼镜哥和拔叔的女儿 侥幸捡回条命 可他的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得知消息的拔叔顾不上休息 连夜被军机送回国 面对女儿 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的他只想再见妻子最后一面 看着妻子冰冷的尸体 拔叔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 由于工作的原因 拔叔和家人聚少离多 这也导致他和青春期的女儿 产生了不小的隔阂 这边的眼镜哥回到家 看了新闻报道 才知道地铁事故导致11人死亡 其中有一名摇滚歌手 是指证黑帮犯罪的证人 这让敏感的眼镜哥 一下子意识到 很可能是黑帮 为了杀人灭口而蓄意制造的暗杀 经过认真推算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警察 虽然只有2亿3428万7千分之一的概率 警察听了也是一联盟圈 怕不是个疯子吧 嘴里说着会去调查 但根本就没有了下文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眼镜哥找到好友长发哥 长发哥是个黑客专家 侵入监控系统就是小菜一碟 他让其找出歌手的活动规律 顺便找出在爆炸发生前 那个手拿果汁的人 弄完这一切后 眼镜哥找到了拔叔 因为他觉得愧对拔叔 如果不是自己善意的让座 他的妻子也不会死 其女儿更不会精神崩溃 几人来到古仓 眼镜哥按照自己的逻辑 推演了整个世界 首先歌手的生活很有规律 这让黑帮轻而易举的 掌握了他的行踪 其次就是那个手拿果汁的人 此人在爆炸发生前 把手里的三明治和果汁 扔进了垃圾桶 随后便下了车 紧跟着地铁就发生了事故 按照眼镜哥的逻辑 三明治和果汁加起来 要十色欧 一般人是舍不得丢掉的 眼镜哥还查到 此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行踪 也很诡异 就在事发地的货运列车旁出现过 所以说那个人有很大的嫌疑 但此人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 这时就轮到了第三个人出场 他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专家 不过胖子和长发哥有点小矛盾 为了调和此事 也为了尽快找出嫌疑人 眼镜哥就拿出了杀手锏 胖子最爱的披萨 披萨一吃 就能化解胖子所有的忧愁 最后胖子不负众望 终于查出了嫌疑人的资料 此人是个牙科医生 住在埃及 面部匹配率高达99% 眼镜哥觉得胖子搞错了 自己要的是国内的匹配者 但是胖子认为 降低匹配度就失去了意义 可眼镜哥没有想那么多 在其再三的坚持下 找到了国内一个匹配度95%的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黑帮老大的弟弟科特 科特还是一名出色的电气技术员 装供火车零部件 这些足以证明地铁事故是人为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证人 而拔叔的妻子 只不过是附带的牺牲品 知道这一切的拔叔 显然不能接受妻子的枉死 于是一行四人来到了科特的小屋 还没说上两句 科特就不耐烦地掏出枪对着拔叔 叫嚣着让他们几人赶紧滚蛋 拔叔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转身向路边走去 可是走到车子旁边 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于是转身再次敲响了科特的房门 这次不等科特反应 上来就是一拳 接着下了他的枪 一个利索的锁后 对方便不再动感 这一幕把眼镜哥三人都看傻了 他们可是从来都没有杀过人的 一个个都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长发哥率先回过身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就赶紧毁尸灭迹吧 此时的胖子气不过 对着科特就是一顿狂揣 因为之前科特骂他们是小猪 长发哥为了制止他 就在不经意间 喊出了胖子的名字 就是因为胖子的名字 为他们以后埋下了饮宽 长发哥去厨房寻找漂白剂 以此掩盖杀人现场 却无意间看到里间 还有一个小白脸 此人之前正在被科特狂虐 长发哥看他可怜 于是心一软就放了他 之后四人各回各家 可拔叔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了糟心的一幕 原来是他的女儿谈恋爱了 而他这个老弟竟然一无所知 一怒之下便打跑了女儿的男朋友 没想到这小子今天晚上又来 这次的拔叔没有像上次那样 而是选择默默地接受 饭后拔叔无意间在电视上 看到关于黑帮的话题 由于歌手的意外死亡 黑帮老大被无罪释放 更可恨的是 黑帮老大当着镜头说要大肆祝 这也一下就戳中了拔叔的内心深处 于是次日便再次召集眼镜哥他们过来 他们负责找出了有关黑帮的所有资料 剩下的拔叔一个人包了 商量好计划后 正巧女儿放学回来 为了打消女儿的疑虑 长发哥机智地说 他是心理医生 专门给拔叔做心理治疗的 与此同时 黑帮老大找到了小白脸 在其威逼利误之下 小白脸交代出了胖子的名字 竟然找到了胖子的住址 这边拔叔他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为了便于工作胖子就搬到了苦仓里 可是由于长发哥提供的电脑 没有达到胖子的预期 两个人又当着拔叔的女儿的面 吵了一架 此时的女儿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 为了让胖子能够安心工作 拔叔他们就去胖子家里搬东西 殊不知黑帮的人正在这里守住待兔 三个人刚下车 黑帮就掏出枪 准备扫射 还好拔叔眼疾手快 大喊一声 拉着眼睛哥两人躲在了车侧面 眼看后边还有一个混混正要开枪 拔叔俯身跑过去 利索解决对手 抄起卡壳的自动步枪 手一拍子弹上堂 二话不说率先干掉地上的混混 接着又是两枪再下两成 他示意眼睛哥两人不要妄动 自己端着枪从车后绕过去 又一个倒下 随即对着黑帮的汽车 就是一阵吐吐 只有车里的小白脸还活着 依照拔叔的性格 肯定是不留活口 最后还是在长发哥的求情下 才留了小白脸一条活路 直到黑帮找上了门 为了能够自保 胖子就要求拔叔教大家练习射击 也算是各取所需 拔叔为了报仇 也就答应了这个小小的要求 此时的拔叔他们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女儿的男友负责做饭 还时不时的把朋友圈炫耀 小白脸也被带到了这里 负责保姆的工作 胖子的任务就比较艰巨了 要24小时监视黑帮的动向 挑选最合适的机会下手 工作之余自然是拔叔教他们射击 三人中要数胖子最没有耐心练习 能直接偷偷扫射的 何必要一枪一枪去瞄准 很快胖子这里有了机会 但是他觉得黑帮老大身边保镖太多 不利于下手 可这对于拔叔来说不算是什么 于是他们决定先找黑帮俱乐部的人下手 胖子由于从小就受人排挤 产生了自卑心灵 所以为了找回尊严 他决定跟着拔叔一起 来到俱乐部门口 等到黑帮的手下刚启动汽车 头戴黑色的拔叔就冲了过来 对着汽车就是一栋扫射 跑到跟前不假思索 快速地做掉了其他人 其中一个混混身受重伤 勉强打开车门 而跟过来的胖子却愣在原地 失去了开枪的勇气 拔叔看到后 一枪将其爆头 可能我们每个人到了这种时候 都会像胖子一样 解决完这一票 拔叔并没有怪他 自己的手下接二连三地莫名死去 这也让黑帮老大很是不爽 他们虽然知道是眼镜哥在后面搞鬼 但却苦于找不到其人 更不知道背后还有个拔叔 可是事情有时候就是很巧 黑帮老大的女儿 竟然有拔叔女儿男友的账号 其实他并不认识拔叔未来的女婿 关注他 只是因为他有一手做菜的绝活 这边的长发哥 在和小白脸的聊天中 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他们有可能杀错人了 因为按照地铁出事的时间来算 那个时候的科特 正好和小白脸在国外 是事发后才回到国内的 蒙圈的长发哥赶紧查看了电脑 这才发现原来那个扔果汁的人 就是埃及的牙医 只不过此人那时正好在这里旅游 这让知道真相的拔叔 濒临崩溃 看来妻子的死就是一起意外事故 无法接受的他跑进卫生间 一通乱砸 还是在众人的安慰下 才慢慢缓和过来 之后眼镜哥向他道了歉 他也不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他一直对拔叔妻子的死抱有愧疚 觉得自己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 原来眼镜哥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他之前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却因为自己的一次酒驾 导致女儿死亡 而自己却痛苦地活在这个世上 他的一只手臂就是最好的证明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悔恨中时 黑帮老大带着人找到了 拔叔女儿的男友 掰断三根手指就把大家都出卖了 在毫无征兆之下 黑帮的人偷袭了拔叔的牌子 还好拔叔发现即时 一个飞身扑倒女儿 顺手关掉房间的电源 让女儿赶紧躲起来 拔叔原本让长发哥去地下室拿武器 却遭到黑帮火力压制 不得已只好躲在房门后面 等着对手进门 再四机寻找机会进攻 一个混混破门而入 被拔叔力所放倒 夺下枪快速干掉紧跟而来的对手 随后趁着夜色 接二连三又做掉四个混混 拔叔杀得正嗨 殊不知女儿已经被对手掳走 黑帮老大借此威胁拔叔放下枪 无奈的拔叔只好慢慢走了出来 黑帮老大随即让手下开枪 关键时刻 眼镜哥他们站了出来 每个人抱着一把冲空枪 突突了整个黑帮 拔叔趁机捡起手枪 毫不留情地干掉所有混混 黑帮老大到死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惹上了拔叔 为了赴女儿周全 拔叔也是拼了老命 好在最后大家都平安无事 圣诞夜女儿迎来了 第一辆崭新的红色自行车 而电影开头的那个小女儿 也如愿得到了一辆蓝色自行车 电影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有他们各自的性格障碍 从执行任务归来的拔叔 还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不知道如何与自己青春期的女儿交流 面对妻子的惨死 她需要一个真相去复仇 从而缓解自己内心 对于未能陪伴妻子的愧疚 在枪林弹火中 去尽到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 其实很多破事的发生 你都找不到原因 就像拔叔的妻子 为什么一定要坐上那一班列车 就像喝醉酒的长发哥 为什么一定要带女儿开车 黑老大的弟弟 为什么和埃及牙医长得如此相似 没有原因 生活的幸运与不幸都没有原因 你可能因为明天中了一千万彩票 而手舞足蹈 也有可能因为老板辞退 而手足无措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 我们能做的只是与自己和解 承认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 但有些事我们从现在起可以做得更好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 有些事 您的感谢观看 也好 我们很期待 您是